12月6日,由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、香港侨协社团联会青年委员会、香港海外学人联合会主办的2019年侨卿论坛继香港侨社志愿者启动里在香港举行,众多嘉宾齐聚一堂,探讨香港青年人未来的就业方向等话题。 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侨联副主席、香港侨协社团联会首席余国春、全国政协委员、香港侨协社团联会会长黄楚基等出席活动。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协调部副部长张强表示,香港青年人应该积极抢占先机,使自己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引领者和促进者。 他称,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、两种制度、三个关税区、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,国际上没有先例,需要香港青年人发挥聪明才智、大胆闯,在支持科技创新发展、提供优惠税收政策、推进市场一体化等方面多出点子,开辟出一条新路。 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,香港可谓进水楼台先得月,理应抢占先机,率先投入。 粤港澳三地各有优势,但香港参与大湾区建设的主场队值和主角地位十分不趣,希望大家当仁不让。 勇力朝头,扛起责任,真正把5.6万平凡公里的大湾区作为自己的共同家园,在大湾区建设中多思考、多行动。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胡晓明有过多年青年工作的经验,他表示,近一段时间,极少数香港青年人参加暴乱,是因为对祖国、对世界的认知不足,被反对派势力蛊惑所致。 他希望将来带更多的青年人走出去,了解香港在全球化发展中的地位。 我们香港已经很幸福,享受很多自由,经济的成就,世界已经排名前列, 希望大家尽一份中华人的力量宣扬中华文化,让中华文化走出去。 活动举行的香港桥社志愿者启动里,香港桥界社团联会青年委员会主任于伟杰,发表了香港青年志愿者服务倡议。 他希望香港青年把握共建一带一路,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机遇,着眼国家所需,发挥香港所长,在发展个人事业,成就梦想的同时,服务和回馈社会,在新时代为香港和祖国做出新贡献。